女神易文路 夜幕魅影 这游戏老早之前就有观众问我有什么看法 还能有啥看法啊 不是你想一想 知名IP然后做手游通常都是啥样的 你觉得屁股中的手游是啥样的 我反正估计是随便拿个回合制游戏换个皮 跳过战斗还得VIP5啥的 所以没抱太大期待 直到最近我拿到了游戏的删册资格 那你懂我的 做游戏界的评鉴员 这不得让我好好进去评鉴一番 所以我就玩了一整天 诶 居然不是那种纯点主线 这游戏老死干死磕最后被克劳的机器材踩头的换皮游戏 它居然真的跟皮5一样 这游戏姐姐说的还原原作还真给它这么做到了 当然既然都做成手游了肯定是有抽卡这套的 游戏整体玩下来给我的感觉 就是皮5塞了它抽卡系统和卡牌养成系统 觉得比起原作来说加快了不少 烂得有点不适应 但整体玩下来已经是大大超过了我的预期 夜幕main这款手游最重的是剧情方面 剧情想说是这个世界所有人的欲望都在被盗取 每个人做事都没什么欲望什么都不想做 遇到事情也不想管 也是粉刺了日本当下的无欲时代 主角也是其中的一员 但不同的事主角是特殊的 他有隐约的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不对劲 在猫头英露菲尔的帮助下 绝起了人格的面具开始有了欲望 随后决定当怪盗纠正这个没有欲望的世界 把大伙的之外都拖回来的一个故事 主线剧情并不是那种跟Galogen一样 两个人物例会跳来跳去纯看文字对话 而是全程有游戏实施渲染的过程动画 没事穿上CG动画和二维动画 整体剧情是没什么毛病 并不是那种很无聊 你想马上跳过的垃圾剧情 而是真的有去描写人物性格 去额外写剧情去丰富人物形象 比如说一开始男主遇到了短发妹 喜欢打半球 但后面又犯气了 买了个伏笔 而第二章有个反派是转人男 说起来也搞笑 他就是喜欢到处转人 像个神经病一样 看你不转就转你 反正这个世界人的欲望都被偷走了 他觉醒了欲望 就是喜欢到处转人 后面他见到短发妹 想把他撞到地铁轨道 男主角进入状人男的内心世界 去消灭里面坏的欲望 这时才看到 原来这个状人男以前打半球的 而且很厉害 但陷入了停顶期 而这时 在一次友好交流比赛中 居然没有接住来的小学生 短发妹的球 被当成了笑鼻 职业生涯也一路千丈 而他也放弃了打半球 并把错误归就在了短发妹身上 短发妹也有点把错误归就在自己身上 但在我们正义的嘴票助攻下 短发妹的觉醒人格面具 取回了自己的欲望 做到看了大伙 我是一个乐血沸腾啊 剧情方面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也不知道因为是手游还是怎么说 剧情节奏较快 大伙又全是谜语人 你有时候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比如说剧情中存在着三个独立的未面之间 一个是我们的限制世界 一个是主角们和怪物战斗的心理投射世界 还有一个是人格面具所在的空间 剧情中男主不断的创作三个世界 和里面的人物对话 有时候刚刚进心理投射世界和怪物战斗 就马上被拉到人格面具世界聊天 聊什么呢 拉过来跟男主说 你做的选择很有趣 又把男主退回去了 还是感觉剧情节奏有点快了 不过已经算是不错了吧 比就有的玉琪白的那呢 那战斗部分还是非常还原的 那夸张又有特点的UI 音乐 人物模型都跟P5一样 那比起P5多了一些机制 比如说击倒和破盾子弹的一些新机制 那不清楚这对游戏后期的平衡 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还多了个自动战斗和倍数 因为游戏玩到后面是会卡关打不过 或者卡等级的呀 所以玩到游戏后期就需要玩家去打资源副本 需要你慢慢干资源 升起人物和面具还有技能 没任务干一下 活动干一下 就去抽卡 抽到强力五星角色去养这样 但幸好有个自动战斗也算是将功不过了 玩到后面一点还可以参加射传活动 变成应有的兜 当然和妹子谈恋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特别喜欢那个风机委员一样的黑长姊妹子 明明天天在监督别人的风机 自己就穿着超短裙 这种反差我就特别喜欢 所以整体玩家呢 我给的评价就是 很还原原著 有时候玩起来跟P5差不多 但塞了很多手游的东西 作为一款手游来说 那的确挺不错的 非常值得一玩 至少剧情还有战斗 这些一个不辣都挺好的 对 这就是我对P5X的评价了 大伙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预约一下女神欲望入夜幕面影 等公穿了 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到底咋样 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球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给予订阅关注 直接跟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 大家看吧 我是利物 我们下期见